因為講到星期五 我們給你晚報 不是星期四 或是星期五 那晚現在這個台 Youtube突然間收好信 說七日內要我們接台 除非有些事情給你談談 七日內接台? 七日後你這個台正式沒有 重溫 整個channel就沒有了 就好像之前惡語MIHK一台一樣 有發生什麼事呢 幸好有人認領了 我們先出圖 最後在我們刮船之下 亦有很多人幫忙之下 最後很快星期五就能開 所以星期五在元朗做的直播 即是現場直播 有七月七個月 做到一本都可以開 這個叫做花生政治學院 其實我知道是誰 我會說花生政治學院 和啤梨哥的淵源 首先我們先回來 我都被他搞過 你都被他搞過 喂 是不是你們花生台搞了 花生政治學院 和你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 不是啊 和索羅賓有沒有關係 那麼敏感 為什麼又花生 花生就沒有專利 人人都可以吃 但是他做一些是非 包括我和何志光 這一個台都用來做 其實剪接我的節目 用來做去題材 其實不是第一天的 這件事都 那你繼續吧 再出第二張圖 這個是剛才他的Youtube 這個就是發生政治學院 他說 不是那個天要講絕理 是我要治理 那他是誰呢 我們先回來 他叫做布斯宿 他叫做布斯宿卡 好像在美國還是哪裡 那為什麼他會經常追擊 這個啤梨晚報呢 由好幾年前都開始 話說有一次 你知道 你也知道 他啤梨哥很壞 他有一個人都會 有時候他會 有時候我都會 那我也會 你也會 人人都會 哥利亞 他也會 那這些 就是吵完之後就算了 那 那他 我自此呢 他就不斷追擊 所有跟啤梨朋友的人 包括 毓民啊 包括 岳魚啊 包括我啊 包括 史提 亨利 全部追擊 個個都 都追擊 然後全部 幫你廢賊 全部幫你 不是 那個是葉子成帝 過來 就是加下那些東西 那 那今次 實實 我老實 兩樣東西 想說 給啤梨屌的人 一出門都很多 何止千萬 其實你真的不需要戒懷 不需要擺起心 都幾年了 是不是 就是 何必 那一世呢 是不是 其實你 你又搞不到啤梨 越搞他他就越旺 越搞我們又越旺 阿曹總又比你越搞越旺 文昌 不知道你有沒有搞 如果你們文昌也不搞呢 我沒有這樣的級別 我真的要幫文昌平反 如果你老把你當文昌牛 人家這一百台柱 我的偷兄弟 不是 好兄弟 喂你不要啊 你不要 你不要主意 你不要主意事 喂 真的是偷兄弟 喂 好兄弟 你不要主意事 是不是 他撈了望台這麼久 就拿了前輩 他沒有反 你真是有眼不識 脫泰山 說真的 我都很少這樣 亂吵的 因為他一向都聽開 都叫做同路人 何必呢 有一次波仔說 他佩斯祝加 想和我做朋友 行不行 我說其實 他無所謂 你有你交有自由 其實你都和他聊 你問我完全無所謂 其實他都只是被啤梨罵過 那就 不放過自己 放下自在 還有我記得在MSK臨走的時候 啤梨也好 我代啤梨也好 都是親自向所有人道歉 包括 佩斯祝加 因為他都有做黑卡會員 是吧 何必放在心裡呢 去到現在 天天沒有啤梨 要伸入啤梨歌的陰影 其實是很痛苦 救到你的 沒有其他人 只有你自己